大家好 現在我們在哪裏呢 我們三個 我和鄧家彪和周浩鼎 我們都在沙田的石頭 我們今晚在這裏 馬安山國界慶委會 外面很熱鬧 慶祝我們國慶68周年 支持我們三個一起 我們想一起 跟大家說一說今天我們的感受 今天是什麼日子呢 今天是違法佔中的三周年 今天在政府總部外面 我們知道有些大熱的集會 他們就說要紀念 這個佔中三周年 也有說到 佔中是怎麼好 怎麼好法 我聽到其實我都很生氣 不如我先問一下阿彪 鄧家彪你覺得怎樣 幾年前由推動 鼓吹佔中 到真的出現了 在2014年9月我們看到 是犧牲法治 爭取一個抽象的民主制度 最後大家都輸了 香港的法治是受到這些社會氣氛的動力 最慘的就是有些人 認為違法達義 就是一個免死金牌 阿彪呼籲佔中 已經令到社會撕裂 甚至是家庭撕裂 呼籲大家 放下過去只有對抗的心態 恢復 對話 無論是家庭裏面 無論是不同政見的人士 以至是我們香港 和內地政府 中央政府 希望一齊就著香港更好的明天去談 以後對抗 去對話 我相信這個才是香港的出路 那阿彪呼籲也在 阿彪呼籲 阿彪你覺得怎樣 麻煩EQ 阿彪 要大聲一點 因為外面比較吵 不要緊 大家都很開心 我認為 第一 這個違法的接種 對香港是產生了很多的後遺症 正如剛才阿彪或阿彪所說 所謂的違法達義 其實是破壞和踐踏我們的法治 我相信很多市民都很擔心 如果我們將來的下一代 都接受了扭曲的法治的觀念 我們很難再去可以維持到 我們社會一個正確的法治的觀念 亦都會破壞到我們社會的安寧 當然我們見到今天有些人走出來 所謂的非法佔中可以帶來什麼好處 甚至說怎樣可以令到人們覺醒 那我想坦白說 其實大家都看到這些是顛倒是非黑白之處 其實就合理化了他們所謂違法就義的所謂惡行 我希望社會大家都策略我們的眼睛 看清楚 真的不要再被這些歪理去教唆 我們希望我們的社會可以恢復安寧 特別非法佔中之後 我相信大家有感受 是令我們的社會有一部分的人 可能變得思想比較激進 甚至用一些激進的抗爭手段去爭取他們要的東西 但我相信這個不是我們社會可以大家認為正確的方式 我都贊成阿彪所說 其實社會應該是對話 就不應該是用這些違法的抗爭方式去處理 答了沒有阿EQ 看看你覺得如何 我其實想起三年前的那個景象 我當時和阿彪都在立法會 下面就佈滿了人 經常我都會見到一些年青人在 其實我見到有年青人願意關心社會 願意走出來關心社會 為他們覺得要發聲的事情發聲 其實我心裡是安慰的 但是我最不開心的就是 見到有些人去鼓吹他們 去用一些所謂的公民抗命 違法打壓議 去鼓吹他們去做一些激烈的行動 甚至去做一些違法的行為 這個其實害了很多年青人 三年後的今天我們看到有些年青人 因為當年做的一些行為 而真的要去坐牢 大好的人生其實就毀於一帶 未來是有很難的路去走 我見到這些年青人 我是覺得是心痛的 我覺得很可惜 所以我一方面 我很希望鼓勵年青人有理想 愛我們的香港 願意為香港走出來做多些事情 發揮他們的能力 年青人就是敢做敢說敢愛 但是一方面 我又很擔心他們被人誤導了 去做了一些違法的行為 用錯誤的表達方式 去表達他們對香港的熱愛 甚至他們看的問題 會不會是看得太狹窄 不是真的明白了所有的問題 而是被人誤導了 所以這些也是我覺得 我和大眾社會各界 包括我身邊的同事 我們都是很關心 我們年青人未來的發展 我們希望可以讓他們明白 其實每一件事情都要用多角度去分析 多角度去觀察 去看 不要只是看一邊 看一邊的日 只是看某些網上的媒體 所說 以為香港就是這樣 世界就是這樣 其實世界很大 香港有很多的情況 有很多的事情 其實都不是表面那麼簡單 我很希望年青人 都用他們的智慧去思考 明辨是非 為香港未來的發展 出一分力 而不是去參與違法的行為 其實違法佔中三年 有很多的後遺症 我今天還收到一些朋友跟我說 他們原本的生意做得很好 在旺角 是因為當時違法佔中 令到他們倒閉了 沒有工作 令到他們整個人生都改變了 有很多人提起 當時被人妨礙上班 日夜夜 都有很多社會的撕裂 unfriend 都是很生氣 今天還有爸爸告訴我 從那天開始覺得自己沒有了一個子女 因為一個佔中一個反佔中 到今天都沒有辦法談 這些都是很令人傷心 很令人心痛的 今天我聽到佔中 所謂佔中三子說 因為佔中 所以公民覺醒了 是好事 旺角暴亂 不要入他們數 我聽到這些 我真的很激怯 因為我覺得 就是他們打開了這個違法支援 是不是 令到這麼多人覺得 只要拿著所謂自由 爭取公義的旗號 就做什麼都可以了 原來你說的自由才是自由 你的民主才是民主 其他人怎樣生活 其他人原來說的東西不合聽 就不是民主 不是自由 這些到今天都還有這種後遺症 都還是令到我們的社會撕裂 你告訴我 不關你們的事 我真的很生氣 我真的很不開心 所以我希望 大家和我們一起 擺放多些正能量 在社會裏面 我自己當年三年前 我說過 今天我仍然是真心相信 只有正面的思想 只有善良的意念 善良的行為 善言 善語 善行 行人愛之路 香港才有出路 我一直都鼓勵大家 放低仇恨 放低偏執 放低偏見 我們香港人都是一家人 那麼我們香港未來的路 才可以繼續走下去 我們應該發展的是優質民主 而不是他們現在所謂違法的劣質民主 如果要建設更好的香港 這個更好未必是經濟或是物質 可以是制度 可以是一個更好的文化 可以是更好的社會公義 但這個建設一定要有凝聚力 如果你的社會是沒有凝聚力 越走越是兩端 是建設不到我們的香港 所以我是再呼籲 放低仇恨 放低對抗 用對話 用理解 我相信這才是香港的出路 我知道有很多年輕人 他很想了解香港的歷史 很想創造未來 未來的確是在你的手上 但這個未來 是不是要造成大部分人的幸福 還是造成更多的混亂 希望大家可以全康位地拿到 不要再給那些人教唆 說什麼違法就業 其實很老實說 我們真的要像剛才所說的 我們是考慮到一個整體社會 不單是考慮自己個人的目標 都要考慮到整個群體大眾 會不會影響他們 希望大家也能夠明白這個處理 無論你是認為自己是男好 黃好 我覺得那些都是過去了 我希望今天 大家都和我們一樣 都是這麼愛香港 我們都願意放低這些偏執和手痕 讓我們一起去建設這麼美好的香港 謝謝大家